電腦接閉幕 雙鋪劈價搶客 有冬主站也笑 不想浪費暑假 有家長要子女讀九個暑期班 小朋友會否吃不燒 唱由麗芝鍋 欣賞奇岩怪石 感受傳統客家文化 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Janice,之前看奧運 早也看見你,晚也看見你 現在終於完成奧運 有甚麼特徵呢 其實一群運動員 真的給我很大啟發 令我知道 即使過了壯年 但也要繼續有心有力 因為有些專家說 運動員如果過了20歲後 就會開始狀態回落 但不,你看看 菲比斯、保特他們過了30歲 繼續拿了金牌 所以其實年齡不是什麼 只要有心的話 都可以繼續衝擊 話說年齡不是什麼 但你們女士們 仍然每晚用一個小時 起碼敷面膜、塗護膚品 對,所以熬了這麼多晚 同事,我也覺得我殘忍了 你覺不覺得呢 我一點也不覺得 真的嗎 你的美麗一向都是發展 你的內心、自信、高貴 你的美麗不是看皮膚的 真的很開心 我們就說要經常買護膚品 而你們男士們就喜歡買以下這件事 有買趁早,最後今天 一連八日的電腦節 今天閉幕 難怪這個電腦商場這麼人頭湧湧 不少人都滿足而歸 我看到你買了很多東西 你買了什麼 對,買了一些外置難件 好,可以看一看你買了什麼東西 可以的 買了三大盒 對,賣了多少錢 兩千七百多 所以二千多元 對 你覺得值不值嗎 都值得的 會不會趁今天還有一天買多點東西 再看看 是嗎 有什麼你想買呢 都是有關手機的東西 葉老闆從第一屆電腦節已經參加 他上星期已經預計電腦節的生意 會比平時好很多 我預計 根據這兩天來 應該多一倍左右 那麼毛利應該會多三四成的 有機會 就是最後一天的電腦節 其實總括這幾天的生意額是怎樣 這幾天真的沒有下雨 生意最後幾天非常好 跟往年計算都差不多一樣 那麼勁包 那有些什麼是最多人買的呢 記憶卡 差不多一天賣一千張 這麼多 是啊 平時呢 平時大概賣幾張 平時可能兩三百張左右 今天多了幾倍 其實本身就很便宜 但是過了電腦節之後 因為今天最後一天都會加價 哇大劈價 難怪人流這麼多 主辦單位也很滿意今次的成績 生意額就是相當滿意 是比往年大概多了20% 說到電腦產品 我發現你男士很喜歡買一樣東西 就是那些USB手指 其實要那麼多來做什麼 其實這樣 很多男士都是工作狂 所以很多資料是需要儲存的 於是他們就會周圍去 看見不同的電腦的時候 就會用他們的手指 周圍插進電腦 然後再拿些資料出來工作 手指不可以亂插 會出事 會有病毒的 資訊發達 我們也會接收一些信息特別快 我們就知道中嘉欣BB的BB出生了 恭喜… 恭喜 至於兒子和女兒暫時沒有透露 希望嘉欣BB快點回來 親自跟我們宣布 因為嘉欣做了媽媽 所以可能就要開始擔心 以限這個問題 暑假本來是學生休息的假期 不用上課 放低書本 無拘無束 但是在現在競爭劇烈的社會之下 小朋友要兼具各樣技能 知識、講求、多元化 暑假是否可以遊閒地過 星期一學了一個戲劇班 星期二報了一個籃球 星期三就是英語班 星期四就是詩儀班 星期五就是排舞 星期六都是上籃球班 星期一日就開了唱歌 你覺得動不動 我覺得很充實 這一天 譚太太和八歲的女兒Olivia 參加一個暑期班 夫老師,我安 我安,文文,坐 好了,那你用心上課吧 待會兒接你 來 Olivia從幼稚園起開始學普通話 所以談牌暑假照常給女兒學習 師傅、葡萄、葡萄、皮 為甚麼要選普通話呢 很多行業都要懂得普通話 這方面如果她學得好 將來對她的工作上一定會發展 上完普通話之後 馬上轉場學體操 一步、倒立、拉筋、一字馬 一上至少一個多兩個小時 體力消耗不少 一練習完,馬上醫肚了 是否練完體操很餓了 是的 沒有時間吃東西,是嗎 是,說不吃東西 那現在吃東西,是嗎 然後又要趕嗎 是的 然後去哪裡 去荔枝國 然後再學唱歌 唱了一個多鐘 課程完結 譚太太花萬多元 安排女兒Olivia 回九個暑期班 但這天就上了三個了 Olivia,上去一天堂 現在覺得怎麼樣? 很累 很累嗎?最想做什麼? 現在想回家休息一會 是,如果每天都是這樣會怎麼樣? 想不想每天都是這樣? 不想,因為每天都是這樣就累死了 不想 平時的興趣班 還沒安排得這麼密集? 我平時絕對不會 學一至兩樣而已 今天比較特別 因為她下星期有個表演 要去一起合夥的時間職業 坊間的暑期班 為了迎合市場需求 提供的科目有動有靜 有學術、有興趣、五花八門 不少家長都會選擇兩三科給子女讀 不過好像升讀小三的Olivia 要讀到九科會不會誇張了一點? 其實她學那麼多一樣東西 都是想她那麼多個小時 不用上學的時候 每天學一、兩樣東西 都是用了兩小時的時間 讓她有得玩 有得去接觸多些不同的東西 多些才能就沒說不好 將來就有技能 你有技能可以應用到 在你的生活上面 或者在你的職業上面 你多一個選擇 將來就算讀完書 我不想做社節流 我不想做好醫生律師 不想做任何東西 我想教琴媽媽 好啊 因為你有多一樣的選擇 擔心她會輸涉給別人嗎? 會 這個年代競爭大 甚麼都要爭的 你今天發生了甚麼事? 鍾薯 吼吼吼 Share 放暑假在家玩玩玩去 看著書 比較無待的 其實也竟然不是一樣 不過Olivia是家中毒女 所以要依靠暑假班 找人做盤 Combined 不需要這麼多東西 因為像我師傅這樣 家中很多人 六兄弟姐妹 家中吵不停 在大廈的走廊或樓下的環環都可以玩很久 他們會很開心 我想他們不用自己一個好像很獨處 我會比較擔心 因為我又沒有想再生一個 Olyphia 問問你 你覺得平時在家裡玩的時間夠不夠 夠 夠嗎 我覺得太多 為什麼 因為我經常對著公仔玩 是自己在跟自己在說話 你覺得怎樣 自己在跟自己在說話 有點悶 C是什麼意思 服務 服務 兒是什麼意思 兒太 兒太 那究竟上暑期班有沒有幫助呢 這一天Olivia上C兒班 導師臨時要求她複述參加一個 無特兒比賽的經歷 訓練她的應變能力 大聲你不用怕 放一支咪高在後面的嘴邊 為什麼 什麼 背著我那邊站著 不要緊 Olivia顯得緊張 不懂得反應 其實你喜不喜歡參加這些比賽 都喜歡 是 是不是自己想參加的 是媽媽想我參加 媽媽想你參加 因為她平時只是叫她 想我們參加多些不同的東西 那我見識多些 那讓你再選擇 你現在自己想不想參加 還是想參加 還是不想參加 不想 都想 都想 都想為什麼 都想 如果現在讓你自己選擇 你說都想參加 我為憑練自己 自己再次 不要以為Olivia只是少數例子 我們發覺不少小朋友都上很多暑期班 而且落在其中 其他小朋友是否都要學很多東西 是 是 要學多少東西 八樣 你學多少 六樣 六樣 那你想不想學到八樣 想 想啊 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麼想 是因為我很喜歡做功課 上這些課 沒甚麼壓力給她 她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挺好 這件事 在我身後競爭的大氣候之下 無拘無束過暑假 是反貨歸真 還是會變成大度後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暑期活動 就是吃飯、睡覺和玩 但玩得多也會悶 所以會做暑期作業 就是最後幾天才做 因為我都覺得老師開了新學期 也不會改舊的暑期作業 也會改新功課 你也對 不過雖然老師不改 但媽媽會改 方便媽媽會買到幾本暑期作業給我做 不過回想起來 那時候我也很認真去做暑期作業 因為就算老師不改 我的命是不可以偷雞的 你不是試過偷甚麼很嚴重的東西 試過偷懶 那些壞事不要說 Gina, 再東張西望 好的 有一項調查發現 全球最希望改善自己家的 清潔度的國家或地區 就是香港、韓國和內地的 香港受訪者最想改善的 就是自己的居所 整體的面積、設計和儲存空間 我自己不喜歡買東西和儲存 亦很崇尚日本的概念 就是斷捨離 即是本來無一物 就何處夜塵埃 我低層次少少 我仍然停留在貪、納、草 即是甚麼都想要 然後全部都買回來 未必有用 於是就儲存了 那你家應該很大才行 會所挺大的 那家裡逼少少不要緊 抽點時間去一些空曠的地方逛逛 我們全都來香港 荔枝窩村 這條客家圍村有超過300年歷史 其中荔枝窩自然報道 今年更加被國際權威旅遊指南點名稱讚 促使香港成為亞洲十大最佳旅遊景點 第五位 究竟荔枝窩村有甚麼吸引呢? 聽說龍少李很熟悉 當然了, 我拍戲經常會去那些地方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很少見的東西, 裡面有 我知道 從馬尿水開往荔枝窩的船 從今年一月開始了 不過只有紅日才有 所以我早就訂了票, 厲害 幾個小時? 九點了 趕上船 等我吧 荔枝窩村位於新界東北 沙頭角邊緣位置 由烏鮑藤或綠頸走六路進去 隨時要走超過兩個小時 不過自從航線開通之後 輕輕鬆鬆一半小時就進入荔枝窩了 上岸之後走一小段路 就踏入荔枝窩自然報道了 作為世界級地質公園的一部分 這裡不僅有特殊生態價值 還有優美的風景 天朗氣清的時候 沿途淺灘上一大片紅樹林 固然青蔥翠綠 就算下著微微細雨 在煙雨朦朧之間 都別有一番浪漫 很大片紅樹林 真的很大 對, 我知道全世界有超過六十種紅樹 其中八種就在我們香港 你知道嗎? 其中一種最大的紅樹是荔枝窩才有的 是嗎?難怪這裡這麼多樹 都被你入為古樹名冊 有時我拍戲拍得久, 人家有點累 我還看著樹, 呼一口氣 精神了 沿岸一路走 還會看到這些奇形怪狀 彎彎曲曲的樹藤 這是香港獨有的魚藤林 這種魚藤會攀附著張樹生長 當魚藤變得粗壯 而壓倒樹木之幹的時候 就會順勢在地上生長 形成這個白花魚藤鎮 簡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走到報道盡頭 就可以看到荔枝窩的另一個陣 紅石陣 這些紅石屬於沉積岩 由於岩石中含有鐵質 經過氧化 就形成了這麼獨特的紅色沉積岩 報道的另一邊 就可以看到一棵荔枝窩的名樹 這棵秋風樹直徑有三米粗 歷史悠久 樹幹中間穿了個大洞 所以被稱為百年空森樹王 這棵樹成長的時候 樹幹就感染了細菌 所以某部分就壞死了 不過旁邊就沒事了 所以就變成一個空森樹 難怪這麼大個洞 而且我數過了 它身上的洞大大小小 加起來有十個那麼多 十個那麼多? 仍然可以暗立不倒, 很厲害 同樣屬於秋風樹 這棵的樣子就不同得多了 它的外圍比榕樹的樹根緊緊纏著 錯綜複雜 多年來兩樹幾乎榮為一樹 另一棵奇樹就是這棵五子張樹 原本有像五隻手指那樣的樹幹 但由於被日冠斬了其中一隻 今天就只剩下四隻手指了 除了其樹、其石 村內也有六公頸的農地進行耕種 原來不少農民和義工都很支持 永續荔枝窩計劃 希望可以推動農田復耕 活化保育村內設施 令荔枝窩村進行可持續發展 走這麼久是時候醫肚了 進入客家村 當然要嘗嘗村民做的客家菜 Lucy, 香不香? 很香 我在拍戲的時候 有時也會進入客家菜的地方 叫幾道客家菜來吃 客家菜適合我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客家園 客家園? 客家園, 潮州話 我這樣吧, 先介紹一下吃東西 過往住在這裡的客家人 家境不算富裕, 又要落田工作 所以客家菜用料和煮法都相當簡單 這個客家豬肉撥 就只是用了豬肉和豆豉 兩款主要材料製成 至於客家燜豬肉 就加入了豆撲和木耳 很香, 很美味 因為有一點鹹 所以如果加上飯就超棒 而且它燜得剛剛好, 淋得到 Philip說他最喜歡吃這個客家養苦瓜 特別加入了鹹魚去煮, 別具風味 當然是苦瓜 不過苦味的味道不太明顯 有點甘, 真是好吃 吃飽飽 不如再走過來這間客家小屋看看吧 村民把這間屋保持著50年前的風貌 令我們可以在民居之中 親身感受認識人 一家庭園 現在我們來看 我買了很多人的風水 花呀, 太多東西了 還有海 喜歡嗎 太喜歡了 一場最愛的風水 這是一場的風水 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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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在這村子 都做了一場的意志 他說這裡最重要是 他們會介紹這個風水 所有的設計, 河, 田, 什麼什麼 都是根據中國人的風水結構來做的 想不到外國人都這麼欣賞 我們的香港人的地方 我想不到, 你訪問也搶賣我 以後做什麼? 你就是做打女人 離不走之前, 無論如何都要買手信 你是客家人, 讓你介紹 當然, 客家人最有名的是什麼? 茶果, 這個就是粗葉茶果 下面這個就是高板茶果 這個很好, 可以在家打電話時 一邊吃, 一邊打電話 或者看電視看電話 這個很好吃 我試試這個 行不行? 這個高板茶果 其實有點像馬拉高 馬拉高就是散, 但這個比較堅硬 明白…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是時候要趕上船 對了, 走了這艘船 要下星期才會有另一艘船 阿咪… 你好, 大家好, 我是Sam 我最喜歡香港的美食天堂 周圍都有好吃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腸筆 豬皮魚蛋, 車仔麵 我喜歡香港的郊野公園 因為我覺得它安全、乾淨 以及風景優美 我們喜歡香港 阿咪 Eric, 你有甚麼交遊的好介紹給大家 我介紹大家去鎖匙購 狐狸轎、牛屎撥、含輪郭 含輪郭 我真的第一次聽我在哪裡 可能大家對於含輪郭 這個地方比較陌生 含是含有的含 輪是輪來的輪 而國是北國的國 四個地方都是在西貢區的 對, 我也很想問 含輪郭有甚麼玩的呢 含輪郭含有很多好玩的元素 不過大家要捐通捐納自去發掘一下 既然很多美食都要捐通捐納去找 有發現銅鑼灣一帶最近經常出現一條人龍 究竟在排著甚麼呢 有個一元的漢堡包 看到網上有優惠的那些 所以就想過來試試 銅鑼灣這間餐廳最近推出一元一元的和牛漢堡包 不能預約位, 先到先到 一元漢堡包究竟有甚麼特別 會否偷工減妙呢 讓我深入廚房看看 我們漢堡的牛最特別之處是用澳洲的和牛 而為甚麼我們用澳洲的和牛呢 就是因為它的肥和肉的比例很均勻 有肉眼的部位 還有牛腩 而肉的比例就是三成肥高 還有七成的肉 一元的牛 那會否和平時的牛的份量會小 不會, 我們沒有偷工減妙 是完整一個定價給客人 這個牛有二百克的 除了有澳洲的和牛 還要加上其他配料 好像有自家製的墨西哥辣椒蛋黃醬 羅馬的番茄 英國的煙肉等等 這個一元包一點也不便宜 所以原價要173.8元 做好了 這個伯格也有半個手掌這麼大 而且還跟上一藍薯條和黑松露醬 份量就跟我平時叫的伯格餐差不多了 不過, 不知道味道又怎樣 肉很汁, 也不錯 這個價錢來說已經很好的 一元有甚麼可以買到 最好吃的整個餐 鍋餓有點肝 一元吃這個餐也夠飽 所以還不會 應該不會吃其他食物 很多人都像這位客人 吃完一元的漢堡包就算 沒有叫其他食物 那就虧本了 不過這些噱頭目的都是為了宣傳 還有日期和時段限制 想吃要留意 香港其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可以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我們國家的奧運金牌運動員 也會來到香港 這次有中國女排的所有隊員 另外還有紅方之力 傅元桂也會來到香港 這次也是首次有 飛金牌的運動員 來到香港和大家見面 當然, 其實賣票的情況 已經是非常踴躍 現在大家知道更加想撲票 不過再提提大家 不要買黃牛票是犯法的 對, 千萬不要 我自己也很期待 有份參與這個表演 很期待親身見 我們中國女排的運動員 給歌歪包圍的感覺 非常興奮 好的, 我們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港版美人魚, 歐海淳 被譽為今屆奧運最美持其手 比賽亦表現出色 榮池愛的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大賽過後會急流勇退 或是會再次挑戰自己 他有怎樣看將來的榮譚新星 留意冬張細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